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多力量大 张燕宇灌出四明城 灌出四明城 欢迎主 主人回家 灯弩 辛苦了 是灯弩的荣幸 再 会 主人 丁坤 把我赶出四明城 就凭你们这些废物吗 你 你凭什么说我们 明明都需要通过古星试炼才能离开这里 但一有机会 你们的武器永远指向弱者 白昼出现就高喊奇迹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妄想踩着捷径通关 还有脸说自己是修士 一群懦夫 寄生虫 虚伪至极 没错 我投敌了 你们又能拿我怎样 反正我会在判官和戒主的保护下走到最后 你们就等着明角之力耗尽 在四明城陨落吧 太过分了 滚出去 你们能不能这么说我们 对 糟糕 你们绝不认输 叶哥哥辛苦了 我去给你倒杯茶吧 主人 就算你想激励他们 演的也太假了 信念感不够呀 那些话骗外人还行 哪能骗得过你俩 判官没把我的明角谢一遍就不错了 还保护我的 想要保护我也不是不行啊 又是你 判官不是要维护四明城规矩吗 那群人私闯明札你怎么不管 信不信 我投诉你们 灯奴损毁 这里便是无主之地 况且你们已经引起众怒 也难以在四明城立足了 不如 住到我那儿去 什么 不行 虽然小野武英俊潇洒 魅力过人 但你这个判官这么直白地提出邀请 总让我觉得别有图谋啊 图谋 自然有 也不急在这一时 我的住所可是在第五颗古兴秘境 忧兴上昂 你不想趁机打探些消息吗 原来你们判官都有自己的大殿啊 住得还真豪华 叶公子先留下 两位姑娘可以先去挑选客房了 我们才不走呢 万一你对主人同谋不轨 丁坤 我们以后和冰女姐姐就是室友了 相信她吧 叶哥哥 万事小心 嗯 看来 你们很重视对方 这样的感情在九原界 不多见 是他们支撑我每一次战斗 所以不管要付出什么 我一定会带他们离开九原界 哦 当然 到时候也欢迎判官姐姐 加入我们的反抗大军 现在 我们来谈谈你的图谋吧 九原界处于时间长河外 不分日遇 无济年轮 但我成为判官后 已收取过近千个名角 七千 从未听说有人成功突破九颗古星 离开这里的 可我听其他修士说 突破九颗古星便能突破轮回 甚至超越未面 如果从没人成功 是判官在替鬼母传话 你们究竟有什么目的 我可是在你眼前沐浴啊 你这样的反应 会很打击我哦 下来 我就告诉你 你们判官 真是花样百出啊 这回是美人机 我确实很享受你这套 但还不是 你果然在图谋小爷的身体 你既然放话要投靠判官 不如就贯彻到底了 我警告你啊 不要轻易挑战一个男人的底线 抱歉 是我低估你的底线了 你 你真以为我不敢 你 你 你 转眼看 那是 什么 应该是代表我前世的印记 可我不记得了 你也被拿走记忆了 其实我 嗯 判官是自愿放弃记忆 所以不可再追寻前尘往事 而我需要你再次挑战好心秘境 尋找这个印记 记住 这件事关系我的命运 只能你一人知晓 可我已经打败过清爵了 没有合适的理由 定昆也不会傻到 和我再去挑战一次 你们没有打败真正的清爵 好心秘境是最为特殊的一顿 再续一次吧 你们会得到更大的惊喜 幽星在九元界内 四明城尽之外 在此修炼 可直接获得宇宙中的混沌灵气 加持自身 提升鸣角之力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叶哥哥修炼的样子 啊 要是我有鸣角 也能修炼 说不定 能借此突破智谷 提升修炼呢 秦坤造命 天地助心 我身为万法突明 开 造化天书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 把手里的鸣角还给他 要发疯到一边 别妨碍我 这是百里寒的鸣精角 叶哥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 我以前也住这附近 我其实也找了很久 不愧是四明城最强的修士 是 能将这群猎角 我一花打尽 明明有定位服 居然来这么慢 你们穿不好的 你 你一直在骗我 实在抱歉 刚才有两个人秘境挑战失败 花了点时间 练化他们的名下来 我还对你愧疚 你这判官的糟糕 你们这群糟糕 当狗 兴许还能活命 当根杂草 只配被践踏致死 你杀了百里寒对吧 把他的鸣角 和百里寒的鸣角 都交出来 叶哥哥 不能给他 你们最初的目的 不是杀猎角魔 是为了拿走 他们两兄弟的鸣角吧 当初百里寒 在恐星试炼中语作 鸣角没被兵女收走 却也没送给小夕 反而被送给了百里寒 小夕忽跟随她树敏 什么好处都没到这儿 我便为她讨个空道 而你 叶宇 杀人夺角 最佳一等 陆华 你敢 我已经把他们的鸣角给你了 况且 不是你叫我帮忙查 猎角魔行踪的吗 哦 我有叫叶宇帮忙吗 没有 您碰巧来这里 叶宇坦白杀人 您才按规定收取鸣角 你看看 叶宇 原来你也是个小丑 叶宇 看在你 杀的是有罪修士的份上 只要你斩下自己鸣角 我就 好痛 救救我 救救我 这是为了叛官法则 才会降下的惩罚 怎么可能 叛官只能炼化以死修士的鸣角 可我有说百里尽死了吗 我在哪儿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兄弟啊 你还活着 他只被斩去了记忆和修为 好一个将棘就戒 耍了我们所有人 不是只有你会有戏 判官想和我玩心眼 你还有的学呢 陆华 判官不可伤害无辜修士性命 你忘了吗 你 我不赏你的性命 只要你不死 我可以慢慢折磨你了 你 你 你 纯衣灵力这天 我不一定是你的对手 但在城内劲持下 你就是个不能用战技的废人 哈哈哈哈 这家伙 真是就判官的了 嘻嘻 为什么每次闹事的地方都有你 你又为什么 总出现在我闹事的地方呢 你又为什么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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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太好了 小九 你不是在家吗 我 小夕在判官失恋期失败 违背判官法则 陆华教唆犯罪 和这两个修士 一同押回成员管审判 无关修士 尽快离开这里 为什么抓我 你们到底是谁啊 那 斯明城 果然没有一天是安宁的呢 等一下 你们忘了这个 这可是百里寒的冥剑 练花号能增长不少修为哦 但同时 也会吸收那些情感记忆 太麻烦了 小爷向来只信自己 也是 在九云井 多余的情感 可是会害死自己的 活着都够累了 这些人怎么还天天搞些阴谋诡 亲眼 主人 你怎么了 果然受伤了吗 叶哥哥 你累了对不对 我们回家吧 好 我们回家 哇 就是啊 就是啊 我出去 居然一个都没死 无聊 这是你们的通关奖励 还有鸣角之力 这个秘境 像是看了场模仿秀 还挺有意思的 但想让我死在这儿 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主人的雨滴灵像 眼花万物 本来就比清爵这种 纯粹的模仿更高级啊 嗯 这小子也和我们配合得不错 唉 没兴趣听你们秀配合 赶紧走吧 唉 这次奖励的明金币好少啊 不能喝小酒去买零食了 不是还有主人我吗 想买什么就买 没吃好怎么有精力继续打架 嗯 嘻嘻嘻嘻嘻嘻м 嘻嘻嘻嘻 主人 我们去买 主人 传送服 这里是 夜雨 久仰大名 欢迎来到我的小世界 我就是列角魔首领 百里剑 你果然一直在演戏 突破古兴秘境 就是为了最后能把我传送到这里 抱歉 只能怪你挡了首领的路 你是百里寒的弟弟吧 你不配知道我哥 今日我就夺下你的名角 正为我们突破九元界的垫脚石 想打 我就陪你们玩一拳 只是分身的一击 就能打倒了我们所有人 他分身以后灵力也会被削弱 我来攻击问题 你们围攻分身 开 别攻 原来如此 在这里不用消耗名角之力 也不受九元界法则局限 那又如何 你赢不了我 既在法则之外 我 就是法则 你 你 这 这才是一羽的食物 求其 老大 别歇着 小爷的招式 还没回忆完呢 就算这里 没有灵力兴致 那你别忘了 这些是我的宿舰 这样才配做我的对手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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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坤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叶哥哥呢 糟了 一定是那个莫搞的鬼 敢在古兴秘境中搞鬼 判官没有阻止吗 对 我去找判官帮忙 小总你在家守着 千万别出门 布阵 是 定坤 退下 小九姑娘 主人吩咐要保护您 不准 你这样才有点你哥的样子 你不配评价我哥 那死后居然还将把明桥留给你 什么 可你明明和盘坤勾结 骗了我哥 你有什么资格 小爷做事赶做赶当 不欠骗任何人 你以为 我就会相信你的鬼话吗 你也约 你逃不出我的小世界 你给我个陪葬吧 小领 我们要不听他解释一下吧 或许 闭嘴 你也被他灭过了吗 这里一切都有利于他 必须强调他和小世界的官吏 该死 原来如此 你借助了血脱墓承载神魂 再将血脱墓带到没有尽致的古星秘境中 开启小世界 你能看透又怎样 法则 你要在我这一方天地市场 你逃不够我的掌心 可惜 你的小世界有极限 但我没有 那就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了 天地金斩 斩天地 不得陈你心魔 你先建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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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一个